這個位置可以嗎 看中間 我們請就換個姿勢 我們看右邊 我們再看左邊 我們看中間再擺一個不一樣的姿勢 右邊 左邊 看中間 好 舉手我的大哥 好喲 那我們來做訪問 好 那我們請 都可以了嗎 這個地段也算很好講 你們剛剛都有看嗎 有 都有從頭看到我也嗎 有 謝謝 那你們覺得今天好看嗎 好看 你們最喜歡的哪一個Part 有哪一首歌觸動讓你們落淚的 美夢成真 今天有哭嗎 有人有哭嗎 全部人都沒有哭 全部人都沒有哭 因為憲哥那首也是很好笑 你那時候是不是也是有點憋笑人的 對 因為我本來想前面的氣氛是非常的 就是很touching 很感動這樣 然後突然他第二個來就整個轉折 但我覺得也還滿開心的 而且覺得憲哥真的很sweet 對啊 其實他當時就是覺得我 我們上完很大的時候就聊了一下 我沒想到他一直把這個是放在心上 所以後來他就問我說 你要不要我來幫你當嘉賓啊 那我當然很開心 因為也沒想到他會有空 而且他之後還有演唱會 所以還滿開心今天可以跟他在台上第一次合唱 這樣 那秀秀你自己最感動的是哪個部分 我其實今天從頭到尾我都hold得很緊 因為我很怕我一哭我就沒辦法唱好 所以我想最後那時候唱 今夜只為你唱的時候大家都開了這個手機的燈 我會非常的感動 然後中間在唱如果雲知道的時候 還有我一人愛你的時候 其實都有很多很多一路上的一些畫面 然後不同的轉折 所以心裡是真的還滿五味雜陳的 那演唱會結束之後有什麼樣的 譬如說小慶祝功能是不是 我剛剛演唱會第一件事就是尖叫 因為我這一天我都 我其實覺得有點壓力 因為我第一次在台北開演唱會 然後有很多的好朋友 爸爸媽媽 然後還有一路上陪我的你們都會來 其實我是滿緊張 很高興又很緊張 很興奮又很緊張 所以其實好幾個禮拜我就沒有辦法 就是真的很relax 所以今天就完成了這件事非常非常的開心 然後很感動 老公有沒有給你一些比較特別的鼓勵 我老公其實他就是讓我 兩三個月前就在台北可以放鬆的自己準備 所以他就是讓我就是很專心的準備這樣 我覺得這個是他給我最大的支持 你剛剛下台之後老公有跟你說他今天的心得嗎 我老公剛剛就過來跟我說 欸你要不要出去大家都不走 我覺得他很在意就是歌迷的心情 對啊很貼心 所以他也會幫我一起take care這個部分 我覺得這個也是讓我很感動 因為我覺得這也是一種愛屋即屋的心情這樣子 所以很感動 今天好多好朋友都會來 所以剛剛在後台耽誤了一下 不好意思 今天真的很多很多很謝謝 很多好朋友都來到現場 然後很開心這一個很 對我來講很珍貴的這一刻 他們可以來跟我一起分享 很謝謝他們 然後也很謝謝就是一路上的歌迷支持我 然後到最後大家都就是 就是 就是 不願意走那個 讓我非常的感動 所以我後來其實本來我們是不打算有 我安可的 所以後來因為大家很熱情 所以我就決定再出去跟大家唱最後一首歌 嗯 憲哥的問題有沒有讓你跳架 因為你感覺好像有點會嚇到 我還好啦 哈哈哈哈 因為覺得憲哥問什麼 我都覺得很正常 因為他是憲哥 對 但就是 我就照實回答 嗯 所以你這樣直接拒絕他 會不會怕他受傷 不會啊 他是憲哥耶 怎麼可能受傷 哈哈哈哈 我覺得不會 對 但他是我心中最棒的歐巴 嗯 嗯 所以也有機會去高雄跟他唱 也才會 嗯 好啊 哈哈哈哈 我得今天先欣賞了 我18號就是 有時間我一定帶著老公一起去 嗯 謝謝 謝謝 謝謝大家 辛苦了 謝謝你們